大家好 我是桑普 洪門燕如波 香港01盛傳兩個高官 就會落獲的 徐英偉至今復職無期 很有趣的說法 當然這些說法就是 心涼 我也心涼的 但是就是說 你找些流落出來洗 找些流落出來祭旗 有什麼意思呢? 沒有意義可言 可以這樣說 整件事可以看看究竟發生什麼事 洪門燕引起的政治風波至今未完 因為參加洪惠民生日派對的人 需要入營檢疫和居家監察的 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 即是前民建聯的重要成員 原定在今天25日復職 但消息說 徐英偉今天未能復職 暫未知復職一期 預料需要停職數日時間 據大家所知 據大家所知就是 徐英偉的位是由聶德權 繼續去暫代 一直以來都不可以復職 為什麼呢? 林鄭就用她來祭旗 有傳說會自行辭職 問責下台 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 一直以來代行她的職位 這件事就是處任 去到這屆政府結束為止 即是六月三日為止 那麽大家知道 那麽大家知道呢 一徐英偉就在這個 昨天呢 完成十四日的檢疫 和七日的在家自我監察 應該呢今天復職了 那麽就拭目以待了 我就貼她根本不會復職 那麽就被人炒 被人炒就不要炒 不給這個代通資金給你 不給因為你自己辭 就是這麽簡單 致切就是這麽簡單 民建聯呢 昨天下午是 就防疫抗疫建議呢 就見記者 被問到徐英偉一事 民建聯立法會員梁希 就經過陳恒彬提醒之後呢 以今日應集中防疫抗疫議題為理由 拒絕回應 有什麽拒絕回應呢? 你主要是收檔 收皮 收爹 去食屎 就這麽簡單 徐英偉是否應該食屎呢 你說他不是食屎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就這麽簡單 他應該食屎 就這麽簡單 批鬥他 帶他高霧 遊他街 真是這麽簡單 徐英偉是民族罪人 因為鐵滿了所有的地方 我告訴你 我們懂得玩一些 順劣 什麽叫順劣呢? 徐英偉是民族罪人 徐英偉是漢奸走狗 是不始於人民的狗屎堆 那將他鐵滿了 港島九龍新界所有的地方 將他養大膏 大批鬥 即是說應該拖出來 跪玻璃就對了 徐英偉 對不對? 很正確 民族罪人 香港恥辱 對不對? 就這麽簡單 他不是香港知道 你炒他做什麽 就這麽簡單 裁經 裁經及內地庫務局局長 許正宇 裁經及內地庫務局局長 陳浩廉 和民政事務局局長 陳漆志 等11名出席過 這個洪惠民Party的人 但無需檢疫的官員 上個星期六 已經進行最後檢測之後 已經收到陰性檢測報告 在這個 今天就可以復職 至於需要檢疫隔離的徐英偉 即入圖速高灣 十四日 二十一日減到十四日 當時陳肇始那些說 徐英偉十四日完了 入境處長歐家宏 和這個鄧歐的歐家宏 和發展局局長 政治助理馮英倫 三個人 上個星期已經離開了足高灣檢疫中心 而在昨天完成了七日的居家健康檢測 原定 今天二十五日復職 不過 消息說 徐英偉 今天未能復職 暫未知復職日期 副局長陳漆志 在昨天恢復職務之後 將處理局長一職 正次暫待 暫待處理職務 那基本上是暫待 但便剛剛都說 她會由聶德權負責 香港01引述有關消息 就是港府高層決定 從延處理鴻門燕事件 徐英偉作為抗疫重要一員罪責最大 連同已經是第二道犯罪的入境事務處處長歐家宏 有傳兩人可能齊齊落鑊 歐家宏都不是初犯的 已經是淚犯的 又不安心出行 我就很講了 我們要搞清楚 歐家宏這次又不安心出行 不是落鑊那麼簡單 告他就這麼簡單 拿他的被通下跪就這麼簡單 我們很多的囚友歡迎你的歐家宏 就這麼簡單 大群人歡迎你 所以歐家宏會不會落鑊呢 大家要關注 徐英偉會不會落鑊 大家要關注 我們當然是深涼 當然我們知道沒有用的 你解決不了的 因為很簡單 中共實質下 剛剛我昨天去年代前刊 都講到這個年代新聞 有一個節目 都講到一些關於 中國大陸 鄭州 2021年720特大暴雨事件 搞到300多人 現在報300多人 其實不止這個數字 死了 當時報幾十個人死的 當時的鄭州市委書記 即是習家軍的人 都要落鑊 即是要將他完全整走 先在去年10月的時候 沒有河南省委常委做 接著去到今時今日 都要將他整走 即是說 將他不再 即將他隔除了 免職這個鄭州市委書記 亦都可以說 習近平自己 在當中找一個人制旗 自己人制自己旗 老闆斬自己人 是絕對可留 你不要以為老闆 不會斬自己人 老闆當然會斬自己人 不如你要跟我鬥爭 我斬你一個 才可以斬你一個 那你就調戲順一點 是吧 另外就是說 你不跟我鬥爭 我大權獨立 都怕下面的人鬥我的 所以要斬他 就不簡單 所以這個一定不會的 那你林鄭月娥 怎麽對徐英偉 找他一個制旗 即是和這個鄭州市委書記 是類似的情況 制了他之後 是不是代表以後 不會重犯類似的事 當然不會 得歐家皇 不奪一次安心出行 再不奪第二次 都有可能 所以你說 怎會有可能改善呢 專制獨裁制度之下 沒有文書的情況之下 是沒有監督 沒有壓力 全部大權獨立 有槍有炮有警棍 有身宿棍 有這個胡椒噴霧 有這個顏色液體 還有可以被自殺 還有官商在那裡搞事 所以你說 這幫人 他怕什麽 他什麽都不怕 天不怕地不怕 什麽壞事都可以做盡 但是告訴你 善惡到頭中有暴 最后這幫人 人善人欺天不起 我不是丁蟹 但是告訴你 這幫人肯定 就是告訴你 徐英偉 歐家皇 樂禍 我們會覺得開心 一旦樂禍 我們不單止舉香檳慶祝 還要將街招 貼滿整個香港 徐英偉 是民族罪人 歐家皇 是漢奸走狗 賣國賊 我們一定要擁護五星紅旗的這個招搖 這幫人 侮辱了國旗 侮辱了國徽 告他就對了 他們煽動罪 煽動大家 對於特區政府 充滿了仇恨 藐視 於是 告他 困他兩年牢 再犯三年牢 刑事章的條例 第十條 法律寫得很清楚 再吵 告你煽動屋國的政權就可以 因為告他 民間聯 地下黨 收皮就不簡單 英文都不懂得多隻 是啊 我就說你英文都不懂得多隻 我給我被英文一批 隨著 你不要跟我沙塵 隨英偉 歐家宏 這些垃圾 穿上制服 穿上西裝 其實是屁股 隨著隨英偉 歐家宏 等官員日前離開速高灣 是屁股就是屁股 認了他 屁股人 就不簡單 加上 昨天完成了7天 居家自我監察 二人如無意外 就會在星期二 即是在今天 復工 有傳林鄭月娥會 趁今天出席行會前 見記者 公佈調查結果 林鄭處置 徐英偉有幾個方式 包括譴責 調職 甚至問責 下台 香港01 早前引述消息說 政府正研究 重驗處理 15名出席 洪門宴的官員 因為洪門獨宴的官員 徐英偉有兩大原因 最責最大 第一 是徐英偉是唯一一名官員 長時間在餐廳逗留並用餐 二 是徐英偉身為主要抗疫官員 清楚知道政府抗疫工作和疫情情況 包括政府正研究措施 減少市民不必要的外出和聚會 知法犯法 陷 不要說噪口 知法犯法 低能賤格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這個 悲善的徐英偉 應該被批鬥 他不單是應該被隔職 不單是應該辭職 更加需要什麼呢 起訴他 告他 就這麼簡單 應該我們所有發動所有的輿論 告除英雲 這件事呢 是習近平 要玩地下黨其中一環 這件事的話 打他 打他 就這麼簡單 即是等於 當時習近平 要打周詠康 開心的 是不是 但習近平都要被打到 就這麼簡單 共產黨入互相的瓦斯瓦裡面 我們要做啦啦隊 啦啦隊 這個事情一定很好玩 非常好玩 你不要以為那些藍絲沒事 最多那些喇一喇 就 下你了 就這麼簡單 你不要以為自己很得戚 我不是藍絲 就不好意思啦 那些 那些 深藍絲 一個一個落後 嘆一下 嘆一下世界 多好 赤柱歡迎你 石壁歡迎你 壁屋歡迎你 歡迎你 到處都歡迎你 最好就是送中都歡迎你 至於入境處長歐家宏 上年三月已經因為參加恒大犯局 大家知道那個鄧歐歐灣仔隨緣會犯局啦 違反這個限聚令 向公眾致病聲稱呢 會這個吸取教訓 但不夠一年 又涉嫌 違反限聚令 出席鴻門營 不訴安心出行 就是這個更加離譜 政權預料他的仕途 或者行人之暴 就是不簡單啦 拉他啦 599G 限聚令啦 定額罰款之餘 拉他啦 就不簡單 所以我就告訴大家 我這個呼籲 大家是不是覺得很爽呢 但講到爽之餘呢 輿論上 希望大家 發動起來 盡諸這兩個人 一個這樣諸下去 很好玩的 就是這個呢 是一個很有趣的方式 我看共產黨怎麼收尾 他收不到尾 他收不到尾 就是這麼簡單 希望這件事的話呢 就密切關注這個 這個狀況的發展啦 我就會看回 記住一件事啦 無論鬥到多少個官員都好 香港都不會光復的 但這個是無權者的權力 無權者的地位 差不多唯一可以做得到 可以成功的事 希望大家就是說 這些這樣的事 盡力而為啦 在安全係數高的情況之下 做得多些啦 是吧 不只是把口說啦 我不是香港 我覺得 我沒有辦法貼街招啦 但起碼就是說大家 是不是這些地方 可以做得好些呢 是吧 那麼街招 一定要合法去貼啦 我不是先跟大家 違法做一些事情啦 怎樣做 想一想 輿論上面 網路上面 實體世界裏面 怎樣做這件事 大家想清楚 就可以好好決策啦 我們下一節再講其他問題